硝烟三上云兰宗击败云山后 加玛帝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要老被魂殿抓走 硝烟成为阎盟盟主 随着斗魄年番的进度不断加盘 硝烟即将召集人手前往云兰宗复仇 时隔两年重返加玛帝国 云兰宗的实力也有着很大的提升 本来云兰宗只有云云一名斗王 在魂殿秘法的滋养下又多出了四名斗王 而且斗王也新增了二十余位 硝烟回到加玛帝国的第一件事 便是前往了海波东所在的云兰加州 发现云兰宗带领大批人马正在围攻海波东 硝烟赶到后直接斩杀了云兰宗的两名斗王和七名斗王 在硝烟离开的这两年 随着云兰宗的不断撞打 加行天和法马也遭受到了云兰宗的压迫 由于忌惮云山的实力 两人皆是像个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出手 硝烟赶到后 两人加入硝烟一起对抗云兰宗 在和云山的大战中 硝烟底牌进出终于击败了云山 但天空中忽然出现了魂殿的误护 误护法将云山的尸体吸了过去 然后将其灵魂从尸体中抽了出来 吞噬了云山灵魂的误护法实力大增 甚至在美杜沙的干扰下 将要老的灵魂强行抽走 然后误护法在众目睽睽之下迅速逃队 所有人眼看着要老的灵魂被抓走却毫无办法 暴怒的硝烟想要彻底毁灭云兰宗 结果云运表示之前云山所犯的罪 就由他代替他 说完就要拔剑自杀 硝烟不舍得云运自杀 只得遣散所有弟子 并且解散云兰宗 纳兰燕燃则和云运一起前往了中州 解决完云兰宗事务后 硝烟成立了阎盟 嘉行天和法马 以及奈兰嘉和穆嘉 整个加马帝国有头有脸的人都加入了阎盟 硝烟则成为了整个加马帝国真正的老大 另外自从和美杜沙女王在地底世界的事情 女王便有了身孕 硝烟在女王的带领下建了蛇人族的四大长老 并且得到了四大长老的认同 这也就相当于剑家长了